我们今天再来讲讲中一的数学 % 百分数 而今天的 topic 亦是 profit and loss 盈利和亏损 立刻看看文字体 If a book is sold at pro % 30% 即是买出盈利 30% 接着 gain 即是赚取 27 元 他问 cost 是多少钱 即是成本 这里再提醒大家 另一条 formula 的公式也蛮好用 就是这里 Profit 即是赚取的钱 直接将成本 cost 成 % 就没有了一加 % 平时有一加 会变为 Selling Price 而我们今期 27 元 不是售价 是赚取那笔钱 所以我们的 profit 直接是 27 元 就在这个位置 而 X 便是 cost 之前说过 cost 通常是 X 去计算 而Propercent 便是 30% 那整合息就等于 27 元 等于 X 乘 30% 那最后你将 27 元 除 30% 便算到 90 元 因此 cost of the book 便是 90 元 那我们会再做多一条关 这一条 profit 等于 cost 乘 1% 到 question 2 便说 今次直接给 cost of a pen 是 15 元 给你 然后他卖出 50% 的盈利 那他就问 profit 了 所以这一条 连 X 都不用了 直接将 profit 等于 15 元 成本 乘 50% profit 那他赚到的钱 就是 7 元 半 OK 完成 到第三条 有点不同 第三条 就是算 loss percent 就是首先 成本 of 一个 bill The cost of a watch 便是 450 元 而售价就 drop 至 300 元 好不就已经亏了 我觉得有时 不需要这么快去 plug 公式 我觉得你的 concept 上个月 先计算 就是究竟他亏了多少钱呢 应该就是把 450 元 减 300 元 他亏了 85 元 那你就是 loss percent 便可计算了 直接将 loss percent 等于你亏了的 150 元 即是价值 loss 就是 150 元 cost 就是你 450 所以这条 息就等于 85 over 450 再成 100% 那你弱了之后就变成 100 over 3% 同学们 去完 chapter 1 之后 很多时候 所有答案都可以用假份数来表达 包括 percent 如果你觉得不 feel comfortable 你可以变成 33 有 3.1% OK 明白同学 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数学 999 但愿人长狗